玩连鞠的兄弟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当你拿着比如MK20-H M417E或者SKS 尼尼甚至是魅控MK14的 由于连鞠又撑射手步枪 所以它可以装配狙击枪配件 同时也可以装配步枪配件 那么问题来了哈 比如你手里是把射手步枪MK20-H 面前摆着一个步枪补偿 和一个狙击枪补偿 你会怎么选 千万别以为它俩效果一样哦 首先如果你追求的是枪械隐蔽性 那么你肯定会优先选择消音器 而消音器没有任何后助力减免效果 我们就对比一下步枪消音和狙击枪消音 装在MK20-H上的枪和火光 可以看到真没啥区别 我们换魅控的事实也没啥区别 所以如果你喜欢消音 那么不管是雷把连鞠 你用步枪或者狙消性能完全相同 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枪械往定性 那么你优先选择的肯定是补偿系吧 所以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 选步枪补偿还是狙击补偿 我们只需要任意拿一把连鞠 分别装上两种补偿 对比最后的后座力效果即可 看到没兄弟们 狙击补偿的后座力减免效果 是明显优于步枪补偿的 如果换一把后座力更大的连鞠 就比如空头枪魅控 对比下后座力 也是狙击补偿效果又是更明显 所以你要想连鞠打得更稳 一定是用狙击补偿 而不是步枪补偿 记住哈 消音器我也对比了下 说实话区别极小 说明二者的效果很接近哈 这测试结果和我在网上查遇到的资料 还是比较相符的 就是狙击补偿 整体后座力减免效果更好 因为是装后座力比较大的 狙肋武器上 而步枪补偿 虽然后座力减的要少一些 但是这里说明 却多出了一个减基础闪瘦度 所以适合装在步枪上 不过哈 兄弟们在和平内 兄弟们注意哈 经过我测试 狙击枪补偿也是会减基础闪瘦度的 所以狙击枪补偿 应该也加上这条才对 所以这样看下来 狙击补偿完胜步枪补偿 步枪没得选 只能步枪补偿 但是连狙有得选 那一定是选狙击补偿 记住哈 然后是快阔我也对比了下 无论是装狙击快阔 还是步枪快阔 二者的换弹速度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不纠结 随便选好吧 后续玩连狙的兄弟就是 步枪补偿和狙击补偿 优先拿狙击补偿